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作曲 李宗盛 在翅膀影响 遮盖我 在你的那手中 等大海翻灯波到汹涌 我与你站着暴风上空 扶你任作梦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生活是谁 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约书雅乐团 所演唱的安静 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又到了 打开家家音乐盒的单元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这首安静 盼望透过优美的旋律 喊歌词能够让我们真正享受在安静里面 这首歌词当中呢 一开始说到 藏我在翅膀硬下 遮盖我在你大能手中 当大海翻腾 暴风上空 赴你人作王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道你是神 我灵安息 在基督里 你大能使我安然信靠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展翅 暴风上空 亲爱的朋友 什么叫做真正的安静呢 真正的安静 特别是指的我们心灵当中的安静 特别是在当外在环境非常吵闹 令人忧虑的时候 我们的心依然安静 因为知道上帝在我们里面 我们心里面所得到的平安 是外人不能夺去的 不知道朋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当你听到一些人在对话的时候 说到一些令人担忧的事 有些可能是开朗的人 常常会说 哎呀 不用担心了 安心了 绝对没有问题的 说到安心这两个字 不知道朋友你 当你听到的时候 你是否真的能够安心呢 在我们平常跟人互动的过程中 或许安心这两个字 常常脱口而出 讲起来相当的容易 不过到底听的人是否有安心 我们就不知道了 学习如何让自己有颗平静安稳的心 也是不容易的 不过拥有一颗安静的心 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每天能够花10到15分钟 让自己安静下来 放下手边的杂物 好好的安静思考 基督徒可以读圣经 祷告 好好的默想 在新约圣经诗篇 72篇28节说到 亲近上帝是与我有益的 圣经经文都这么明显告诉我们 因此每天安静个10到15分钟 亲近上帝 因此每天花时间来亲近上帝 果效必定能够让我们 更加的有平安 除此之外 我们除了要有一颗安静的心 我们也需要有一颗安稳的心 可不是吗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些难题 千万不要先别挤着慌 要知道自己与难题之间 还有一位上帝 就算有什么天大的试炼 爱我们的上帝 他仍然也会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托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也就是他必会保护你 保守你 在你遇到困难 或者是觉得没有办法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必定会带领保护你 爱我们的上帝 他不会让我们这一生没有困难 但他 但他与诺 必定会永远与我们同在 在任何的情况下 除此之外 我们也要有一颗安分的心 想想看 一个常做亏心事的人 他一定是永远 也不会有真正的平安喜乐 因此学习让自己有颗安分的心 不要看别人耍了些小花样 得到了一些好处 就想要学着去做 圣经上也提醒我们 当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 因此亲爱的朋友 一个人心安理得 才会有真正的快乐 安安心心与提心跳胆 往往就在一线之隔 只要我们能够完全的安静 放心交托 耐心等候 一定会过得更加的丰盛 更平安 更踏实 是否也是一个懂得 安心过日子的人呢 今晚节目进行到这 也接近尾声了 最后就让我们继续在这首 安静的歌曲当中 呼到再见 愿上帝祝福你平安喜乐 下回同时间 我们心里玩到空中再相会咯 我领安心在祈祷里 你答案是我安然心靠 你的能是我安然心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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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解释 我闭蝇搜涌 我与你站起暴风向空 我与你站起暴风向空 扶你扔作网 在黄水中 我与你站起暴风向空 我要安静 至你是神 我在大海翻的 等大海翻的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 帮风相同 扶你承作网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指你是神 指你是神 我与你承作网 我与你暂时 在基督里 你的脑 心灵丸道 祝福你 天天经历神 步步与主同行 眼睛 loop踢 优优独播剧事